这个时候 站在原地没动的林雨 缓缓地开口了 她的声音中 没有任何的惊异 平淡如水 波澜不惊 仿佛早就已经预料到 背后会有人拿剑刺的 刺完了 就该轮到我了 林雨的声音陡然一冷 眼中寒芒暴射 她的话音一落 身子猛地一扭 手中突然多了一把 寒光森森的刀刃 突然瞬间化作一道寒影 朝着背后扫了过去 背后的人影大惊 迅速地往身后养身 脚下急速的蹬地 身子朝后急速掠去 虽然她的速度极快 但仍旧是被林雨这一道 割中的袖口呲啦一声 衣服直接被割开一条口子 等她站定之后 看到袖上的裂痕 脸上不由轻易震 摆一阵的变幻不停 接着双眼放着寒光 冷冷地望向林雨 不过她的嘴上 戴着的厚重面罩 在黑暗之中让人看不出来 她本来的面目 林雨微微一笑 望着她淡淡说道 灵露啊 我们终于见面了 你说什么 什么灵露 对面的人影 叮嘱林雨冷声 问道声音 低沉嘶哑 灵露也是要杀你的人吗 你这小王八蛋 就这么招人恨吗 仇家这么多 我的仇家虽多 但是起码光明磊落 不躲躲藏藏 总比某些藏头藏脑 不敢见人的过街老鼠要呛 林雨笑眯眯地望着 对面的人影缓缓说道 而且当老鼠也就罢了 更惨的是 当的是一只 连自己身份 都不敢承认的老鼠 怎么 你是不是也觉得 灵露这个名字 罪盖万死 因造千人唾骂 万人践踏 遗臭万年 所以不敢承认哪 放你妈的臭狗屁 对面的人影 听到林雨这番话 顿时气得浑身发抖 怒吼一声 接着脚下一灯 快步窜出 握着手里的黑剑 再次朝着林雨攻上来 一边攻 一边怒声骂道 哼 许久不见 你这个小王八蛋 真是越来越招人恨了 他盛怒之下 声音早就已经失去了伪装 恢复了自己先前的音色 单纯从音色来判断 这个人影的音色 与灵霄像极了 许久不见了 你这过街老鼠 也越来越该死了 林雨朗声一笑 脚步一措 手中避手 不急不忙 格挡着人影手里的黑剑 人影的手里黑剑 快如闪电一般 几秒之内 已经攻出了数十道攻势 犀利无比 你的身手果然又变强了 但是 仍然不过如此 人影听到这话更是愤怒了 手里的攻势再次地加快了速度 林雨一边用匕首格挡 一边脚下脚步错动 不急不慢地躲避着 这人影的攻势 并没有急着出手 显然他是想先摸清楚 人影的身手的身前 不过 在经过树旁之时 林雨突然一把扯下了几段树枝 凌空一甩 当作暗器 直射那人影的面部 哼 雕虫小技 人影冷哼一声 手中黑剑一转 直接将树段树枝给扫掉 但是就在他手腕余力已泻 心力未生之际 林雨手里再次握着一截树枝 朝他的面部扎了过来 人影的眼神陡然一变 猛地往后一退 一变头 他将树枝躲过 但是却没有躲开树枝的枝丫 直接被枝丫 将嘴上的面罩给刮了下来 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果然是你这只缩头乌龟 林雨在看清楚 这人影的面容的刹那 心头突然间猛地一颤 激动不已 没错 眼前这人如假包换 正是灵霄 其实他先前和这个人影交手的时候 就已经从种种迹象和出手的习惯上判断出了 这人就是灵霄 而现在看灵霄的面容 他便能够百分之百地确定 虽然声音和面容是能够模仿的 但是那双泛着金光的狠利眼睛 绝对没有人能够模仿得出来 终于啊 历时弥酒 他终于逮到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大魔头 你就这么急切想见到我呀 灵霄见到林雨认出了他 便再未进行伪装了 撇了他一眼 嘴角勾出一丝阴冷的笑容 他阴沉说道 就这么急切想死在我手里 你恰好说反了 我急切地想要见到你 是想尽快替国家 替人民除掉你这祸害 他们两个人说话的间隙 站在林雨背后的白衣女子 突然悄无声息地窜了上来 双眼一寒 握着手里短刀狠狠地 扎向林雨的后背 但是让他意外的是 他还未冲到林雨的背后呢 头都还没有回的林雨 突然猛地扭胯转身 一个后踹闪电般地踢出 狠狠地踹中了他的腹部 白衣女子闷哼一声 只感觉到自己仿佛 被高速行驶的列车 撞中了一半 整个身子陡然间飞了出去 狠狠地撞在后面的树上 巨大的力道冲击着粗壮的树干 也跟着猛然地一颤 鸡血速速落下 白衣女子猴头一甜 以大口鲜血便喷涌而出了 脸上瞬间蜡白一片 一屁股坐在地上 整个人刹那肩便虚弱无比 显然林雨这一脚 给他造成的伤害不小 师妹 灵霄见状脸色大便 惊叫一声 接着指着林雨 力声骂道 何家荣 你是个亲手不如的东西 枉我玫瑰师妹 对你一往情深 你竟然对他下如此毒手 他 就他也配冒充玫瑰 这树林中确实光消灰 但是我还没有瞎 你对我玫瑰师妹还真是了解啊 我精挑细选的一个替身 竟然也能被你给看出来 你忘了我是医生吗 他脸上整容的痕迹 别人看不出来 但在我眼前 一丝一毫都瞒不住 你竟然用这种法子 找人来冒充玫瑰 不知道该说你蠢呢 还是说你压根就没脑子 你识破了那又怎么样啊 灵霄瞪大了眼睛 气得胸口起伏不定 他冷哼一声 最后你还不是上当 被他给引到这儿来了吗 很显然这个白衣女子 刚才之所以一直往 密林深处里逃跑 就是为了引林雨过来 不过听到这话 林雨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惊诧 反倒是咧嘴轻轻笑道 我如果不上当 你怎么会现身呢 其实从他看到第一眼 那个白衣女子的时候 他就已经辨认出来 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玫瑰 他之所以会追着这女子 朝着树林深处跑 是因为他猜测着白衣女子 以及那个袭击她们的黑影 可能都是灵霄的人 想跟过来一探究竟 而白衣女子朝着树林中 越冲越深 便也更加坚定了 林雨这个想法 他显然是想将 林雨单独引入这密林中来 这种形式风格 像极了灵霄 所以林雨 为了让灵霄现身 便将计就计 跟了进来 最后果然如他所料 在这密林当中 等到了他 正是灵霄 可见灵霄等人 也没有参透着 混沌八卦阵 被这八卦阵给困住 一直在这树林中 兜圈子呢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